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种菜或者养动物 那时候都要用很多能源 所以我们希望经过这个活动 可以激发到社会的人士 对这个尽量减少 成了出来的食物 这个工作大家一起发点力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资源实在太丰盛了 公盛到很容易就要组成洛材 例如说街市里面有很多食材 卖上未必漂亮的 但是一样是这么有营养的 不是说坏了不吃得 所以不可以忘怀 这些事情都应该不单止自己要做 都要教一些小朋友 我们的下一代是 他们是未来地球的主人 真的要有这些观念 大家才可以去保护自己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 刚才几尾其实很简单的 经过厨师原来教一教路 亲手试一示范 就变成了很美味的一个香辣口水鸡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回家学一下 看看如何将食材好好利用 我想这个食材这个香港文化 要是香港人多一点去理解 多一点在家里面是能够落实的 因为香港的厨师大部分 三分之二是我们200亿人的家 所以多一点香港人 食材就和香港的厨师问题 就可以能够迎刃而解 让我们去拍摄 下一个小铁区 我们来看看 今生有时候 大家介绍一天 不在乎书 在家里面 这样 开玩笑 城市有太多的变化 现在出街吃饭 都几乎一定吃剩 做麦叫盛盛 只是吃盛盛哪究竟 那不如索性聚在街坊 当是庆祝节兴 维系街坊之间 城市有点指环保这么简单 吃到很美味 吃成吃吃人情味 有色人菜 又是菜又可以煲汤 我比较上觉得挺喜欢的 豆腐有很多种做法 都很健康的 又会饱 又可以煎豆腐炸豆腐 是吧 就这样吃又可以 又去做豆浆 多好呢 如果这个世界剩下的种食物 我估计剩下的可能剩下草 草要来煮什么呢 我除了穿草之外 我就想不到煮什么 我想都是白杀青草 大家坐在青草地一起吃 我估计这是最后一个选择 我自己吃很多蔬菜 吃蔬菜也是最可以循环的做法 我希望是番薯 因为番薯其实是 第一个是齿 而且也很有营养 绿色的菜叶 因为我吃齿 素菜 可以由低碳又健康 如果世界剩下一个东西 我希望这个食材是米 我将这些米煮粥 我觉得食粥虽然很稀 但会令每个人都觉得腐足 满足 而这些东西是大家都需要的 我觉得这样更公平一点 这个世界 其实我很想剩下鸡蛋 因为我很喜欢吃鸡蛋 我每天都会吃一只 鸡蛋 还有鸡蛋的煮法很高 可以蒸 煎 煎 烧 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想想想 如果只吃鸡蛋应该不够营养 还有可能每蛋护食很高 所以又不行 我就想 原来这个世界 是不可以做一只食物的 如果只有一只食材 我心里会选择巧克力 但我头头会选择巧克力 我自己很喜欢吃淀粉质 我觉得米饭和淀粉质 是可以饱肚的 其实都可以在很多很饥荒的地方 如果有米饭的话 就不足够了 米有很多办法 米是由壳 可以一直用到底 大家都有看广告 做米的时候又可以护肚 所以米真的是男女的恩物 又有力 吃完之后又有冲勁 又有饱肚 我想都是米 米是最正路 因为米可以做很多东西 我们广东菜里面 很多食材都有米 除了粥 粉 麵 河粉 腸粉 很多甜品 其实都可以用米做到 所以如果只剩下一种食材 就米了 最好不要这么惨 地球可以保持平衡 不要剩下一种食材 最好 希望不要剩下一种食材 很油膩 要不要剩下一种食材 不要剩下一种食材 哦 这种食材 可以吃得太多 第二种食材 可不68 是有啥 很油膩 还有食材 其實這些工作坊我都教了很多年 但今年有點不同 因為在PolyU的定位是創新和設計 以前可能我做一些工作坊 都是以種植為本 但今次我也想多加一些設計元素 今次可能我就會製作 想想如何在一個屁股上 大家可以懶得去種植物 就想了這個植物 例如種植那部份 如果我只教大家種植物 或者我只有這麼小的花盆 種菜不實際 我都不夠吃 我可能就想種香草 或者草藥 這些種種很少量 就已經可以享受到 第二部份就是我可以設計很好玩的 可以落手落腳做 好像我昨天見到那些女生 第一次拿了電鑽去轉孔 她們覺得很開心 她想不到我原來可以用電鑽 她轉完孔 弄完植物之後 很自豪 然後可以種植物 種植物之後 就可以今天這一堂 弄了香草茶來喝 整件事其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 而不是用錢去消費去買回來 我覺得挺好 因為我本身為何會來參加呢 因為我會搬去九龍城 是唐樓六樓來的 所以就有賣個天台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如果可以種植物 可以撕一點來喝也挺好 這個商店我們學到 種植物之後可以怎樣運用 我想是Poly找我的時候 它很自由讓我發揮 譬如種植或者農業上 有什麼興趣呢 你可以在這裡發揮 那時候我想了一件事 就是可能是我自己農場的特色 就是一個叫off-grid 一個叫做脫妄一點的一個生活態度 就是可能現代人 工作就是賺錢的部分 和生活的部分 是分得很開的 我賺了錢之後 就拿錢去享受 但是我在農場十幾年的生活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享受 或者我在工作裏面 可能有很多創意或者很多不同的想法 是令我很開心的 那麼很多人會覺得我很乖 其實這麼多年 但是其實 我又覺得不是真的很困難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想呢 是將這種生活態度 可以在這個工作坊裡面展出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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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 銀營產品的市場 簡單來說 當我們逛街入到商店 你會留意到銀營產品 會多數照顧比較老弱方面 例如成人尿片 或是輪椅類 或是輔助行走器等等 這次的工作室 是圍繞60至70歲 這班長者 未至於身體上出現這些問題那麼嚴重 香港市場好像未開始 尤其是香港已經變成老化城市 未來的很短日子 四個人裏面 其中一個已經是老人家 我們這個工作室 亦是透過介紹設計思維 這麼寶貴的方式 帶給我們的合作設計方的 一班同學 參與者 一些得益的地方 今年可行性的機會大很多 因為今年我們找了一些 他們至少有些工程師 有些工程師 工程師 他們來到的時候 可以給予更多一些意見 以前我在香港的大機構工作室 做了很多年 退休幾年 現在正在享受退休生活 我也是踏入消費A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項目也很吸引我 我主要提供一些老人家需要的東西 如果問到我家庭方面有甚麼困難 我都會答覆他的 其實最主要我們想 在那三個步驟裏面 希望將一些很不活動的長者 就可以透過三個步驟 去令到他們可以去表達自己 跟著跟別人互相 最終的目的就是 希望他們可以步行出來 或者是簡直可以告訴別人 他自己有甚麼技能 和分享 我們的團隊就是 Group 4 我們選了那個 topic 就是Social Inclusion 希望將一些香港比較 大問題的獨居長者 希望將你帶回社會 在這個創意學堂上 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技術 有些設計師可能想了一些想法 我就想想從這個技術方面 去告訴他們這個實行容易 以及會告訴他們 就算實行不到 大概是價錢 科研的投資要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創意學堂是挺特別的 平時是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接觸這麼多不同的人 我們做的產品 可能自己會在裡面想想 那個目標的客戶 會想要有甚麼類型的功能 現在你可以直接接觸到 那些銀行的客人 又接觸到這麼多設計師 有這麼多的想法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下年其實我覺得這個模式 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如何可以滲入更多不同種類的人 其實我很多時候 設計師 他們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譬如研發 去看見解決方法 去實行解決方法 去討論 去討論 但在那些地方 我覺得 譬如說社會員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進步 因為社會員 其實跟設計師很相似 我經常覺得 社會員是一個極限的 他是探討一個人的需要 然後嘗試找一些方法 去解決一些人的需要 然後工程師 就更複雜一點 另一個導致 就是我想找到這班小數人的需要 我擴展到很大 我做一個mass product 這個就是engineering的方向 如果你找到不同種類的人 走在一起 他們的focus不同 其實那個火花是會更大 現在來聽聽聽啦 為城市有太多的變化 現在出街吃飯 都幾乎一定吃剩 做完不就叫盛盛 只是吃盛盛哪究竟 那不如索性聚埋街坊 當是慶祝節慶 為是街坊之間 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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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1666